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刚 大家都知道湖北省客户居院有一个著名的歌剧 这么多年了一直很著名叫《红湖赤卫队》 就这个 大家可能都听过都在座的 以及毛友朋友们都知道 当年王玉珍老师唱得特别好 我认为 后来也有很多人跟着一起唱 但是我总没找到当年那个感觉 后来吧 我在无意中一个聊天当中听一个朋友讲 这个家想唱好《红湖赤卫队》 这里边的选曲有个诀窍 什么诀窍 不是说你唱几个湖北的特有的字和发音 就一定是湖北的风格 错 唱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湖泊腔 不是这个腔啊 是腔调的腔 就是湖北腔 武汉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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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腔调的 还有一句名叫 《彭霸天上天亮》 彭霸天上天亮 很多人唱那句说 尤其这个音乐学院里年轻的孩子们 《彭霸天上天亮》 但是你总觉得味儿不对 要缺少什么 缺少湖北腔 湖泊腔 不要让你说这句话 彭霸天上天亮 这是湖北话 是吧 彭霸天上天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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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唱就有意思了 说得把那个湖北腔唱出来 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歌唱到位 这都是武功秘笈 一般请问一下不告诉你 好 唱的什么曲目看的 一个古典时期的作品 翻译过来怎么说 这个知道吗 这个名字有点奇怪 叫可笑又肮脏的爱 可笑又肮脏的爱 有点灵异的爱 和自己的行为 选择 在一起唱的 我没听过 不好意思 没唱过啊 听过也许听过 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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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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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